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涛光的视频 今天我们做一个万代漫画添码和MMD的漫画添码EX对笔像的内容 视频开始前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不想点也可以留言说一下不想点的原因 好让我可以参考给进视频的内容 先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了 回到玩具,MMD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但这个包装风格看起来就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让我来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吸塑包 一袋素体,一袋手型手甲,一袋头发,一袋面雕,还有一袋胸甲 入手的朋友记得第一时间检查一下配件全不全 我买的时候胸甲就漏装了,后来还补的 好了,不废话,赶紧把人形装起来吧 这款素体使用的是GT的EX小强素体 这个素体一直以来肩部的平转关节都非常紧 抬手臂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肩膀里面的关节在动 三角肌这里的关节是很难转动的,把玩起来非常不舒服 这素体的腰部也有明显的缝隙 接下来就快速组装一下 装装过程里除了插铁架 铁脚的时候比较紧以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万代的铁脚和素体是一体的,所以就没有这个困扰 外观方面,MMD的肩甲位置做的比较高,有种肩甲浮空的感觉 别看GT的EX素体比三速是要大的,但是因为装部的宽度比较窄 所以和万代对比起来更像内裤外穿,视觉上有点不舒服 和万代版本相比,MMD零件金属比例更高 裙甲,膝盖甲都是全金属的 配色方面,在镜头灯光下两款比较相似 但是肉眼看,国产的蓝色更深,也更加鲜亮 不如万代那个更靠近彩叶的配色 虽然生衣零件都很少,但是因为万代要考虑生衣形态 所以实际上是比MMD要设计复杂一点 比如万代的背甲可以拆成两块 头盔上的码头可以取下 膝盖甲也分成两种分件,这些都是MMD没有的 头部造型部分,万代很明显根据漫画版的形象来设计头发的纹理 还有面雕的模型 而MMD虽然启用了漫画的配色方案 但是本质上还是以前的GT EX新史的基础上调整出来的漫画版 我把两款的表情放在一起对比看一下 大家应该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除去上面对比的三种 国产的还有闭眼脸,斜视眼脸两种表情 总结一下,MMD的漫画新史虽然蹭了万代天马出奇青虫的热度 但是因为采用了EX2T,整体的设计还是比较保守的 在漫画风的处理上基本上只有一个皮毛 如果你注重漫画版的还原度,那还是要谨慎勾入 但是与此同时,因为减少了剩衣覆盖率 再加上有多种的表情,手型配件 倒是让这款成为了一个特别适合把玩的国产神话 喜欢可动的玩家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OK,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了 喜欢神话别忘了订阅韬光,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